翠花的儿子小栓,不知道从哪里摘来了几根芋头叶,芋头叶是他们以前经常吃的食物,只不过在冬季并不常见,此时并不适合芋头的生长,小栓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,翠花健壮也是喜出望外,准备猪给孩子们吃,只是芋头叶显然略微有些单调,于是翠花又找来半个老南瓜,抱在怀里用镰刀将南瓜切成厚厚的薄片。 对于南瓜,翠花家里的孩子们格外熟悉,这是他们冬天维持生命的食物来源,平时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了,便会找来南瓜或者野菜炖煮,如果平时偶尔吃一顿倒是无伤打牙,但是天天吃,未免有些受不了,南瓜略带甜味,用来蒸包子还挺不错,用来炒菜的话稍不注意就会软烂成泥。 还好当地人要的就是这种糊状的效果,用来搭配米饭或者面团,省牙还美味。 翠花将切好的南瓜倒进炒锅中大火煸炒。 今天翠花没去牛棚,好像是因为昨天和老公天来扮了几句嘴,翠花一怒之下便撒鸭子回家不管了。 牛棚交给天内一个人打理,自己眼不见心不烦,其实在牛棚的生活也格外无聊。 一天到晚对着几只牛羊,不是产草就是产粪。 今天不去牛棚,翠花倒也乐得清闲,刚好借此机会在家里给孩子们做顿饭。 自从今年扩建牛棚后,已经很久没有在家和孩子们一起做饭吃饭。 南瓜在锅里翻炒均匀后,将芋头叶切碎,一起加进锅中。 翠花一天到晚不是吃草就是吃南瓜。 这个炒锅显然有些太小,南瓜和芋头叶加进去后,早已超出了炒锅的极限。 翠花家里还有一只崭新的炒锅,体积也比较大。 只是他轻易不舍地使用。 眼前这只炒锅已经用了不少年头,锅把早已不知去向,但是锅底依然完好无损。 所以翠花舍不得丢弃。 能省则省,能用就用。 这也是翠花一贯的家教和原则。 孩子们围坐在炉火旁,耐心地等待着。 直至南瓜被煮软后用铲子铲烂。 软烂如泥石即可从炉火上端下来。 将沾满剩饭的饭锅灌满清水,直接架在炉火上。 翠花家里一年四季从来不洗锅。 昨天的剩饭直接加清水,和新的玉米面一起炖煮。 这样不但能省不少力气,还能节约不少粮食。 不光是翠花家里有这样的习惯。 当地人几乎都是大同小异。 他们没有冰箱储存食物。 所以剩饭在锅里也不需要铲出来。 直接加入新的玉米面煮好后照样可以食用。 一家人也并没有因此而吃坏肚子。 当地人现在依然是采用烧柴火的方式煮饭。 炉灶中塞的这两根原木,看起来个头不小。 如果光煮饭用,我估计能用上五六七八十来天。 这要是放在咱们这里,多少显得有些豪横。 在当地森林资源丰富。 山林中各式各样的树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 所以他们便延续着这种原始的方式。 翠花一家今天又是吃南瓜配面团。 这也是他们平时最喜欢的食物。 饭菜做好后,翠花和孩子们席地而坐。 一家人围在一起准备吃饭。 煮好的玉米面团略微有些发黑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参加了剩饭的缘故。 平时的玉米面团虽然粗糙却也洁白。 煮好的南瓜糊浇在面团上。 一家人团团围坐在一起。 用手抓着盘中的食物。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 儿子小栓全然顾不得烫嘴。 直接抓起一块赛路口中。 从今天早上起床去学校后, 直到现在才是他们的第二顿饭。 学校中午没有午餐。 所以现在孩子们早已鸡肠碌碌。 这种玉米面团和咱们这里的玉米有所不同。 属于糯玉米的品种。 煮出来的面团更为粘稠软糯。 吃起来带有甜味。 配上煮南瓜。 味道确实不算差。 主委如果想吃的话, 也可以在家煮上一锅试试。 孩子们一口一口往嘴里塞着面团。 大口咀嚼着显得格外满足。 他们没有过多的奢求。 没有吃过肯德基麦当劳。 不奢求有大鱼大肉。 只要能够一家人围在一起。 每天能填饱肚子。 即使过着再艰苦的日子。 心里也是甜蜜的。 翠花今年也不过三十岁左右。 但是五个孩子和沉重的生活负担。 将她塑造成了五十岁的模样。 长期的烟熏火燎。 加上翠花从来不洗脸不化妆。 整个人看起来黯淡无光。 她现在唯一的愿望。 就是能够让几个孩子健康长大。 能够供养小栓和二女儿读书成才。 翠花有这样的思想已经显得难能可贵。 在尼泊尔这样一个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国度。 家家户户、祖祖辈辈都是目不识钉。 想要走出大山摆脱目前的窘境。 必须靠知识才能改变命运。 才能给这个家赋予光明的未来。 这也正是翠花不惜一切代价供孩子上学的原因。 纵使她和天来再苦再累。 也要努力改变现状。 让一家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。 感谢观看。 谢谢关注。 下期更精彩。 河湘本来就在巴桑和原坊之间难以定夺。 现在凭空又多出一个玉玺前来提亲。 河湘也不过十八九岁。 没有什么人生阅历。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。 于是今天特意邀请养父养母来家中做客。 顺便一起商量商量。 养父母一家接到消息后便马不停蹄赶了过来。 河湘的养父养母来到米拉家时。 弟弟拖雷正在水龙头下洗衣服。 米拉见到养父养母连忙热情的上前打招呼。 他们两家人原本没有太多的交集。 只是因为河湘被他们收养后。 两家人的来往才越来越密切。 说句公道话。 养父母为人确实不错。 他们自己本身也有两个孩子。 一儿一女也算是儿女双全。 养父母的两个孩子年龄都不大。 但是却在这样的情况下。 当初还毅然决然地收养了河湘。 真的是出于内心无边的大爱。 河对于米拉一家的同情怜悯。 河湘自己也是勤快懂事的好孩子。 到养父母家里后给他们分担不少负担。 所以两家人往来越来越密切。 直到河湘现在回到家里后, 也依然保持着这种良好亲密的关系。 爱乌吉乌。 河湘的养父母不单单对河湘很好。 对河湘的弟弟妹妹也特别喜爱。 每次来都会给孩子多少带些零食。 两家人没有陌生感。 只有亲情和真挚的友谊。 这几天尼泊尔雨水充沛。 山中湿气很大。 四处烟雾弥漫雾气腾腾。 一家人坐在门口。 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着。 米拉和养母两个女人站在一起。 家常里短儿女情长。 吉里呱拉说的没完没了。 直到河湘提醒。 米拉这才想起来邀请养父母进屋坐下。 进屋坐下慢慢戏谈。 请继续观看。 帅气多肉的巴桑。 注定情路坎坷孤独终老。 她心心念念的河湘。 又被邻村的首富玉西看上。 玉西父亲是当地永康村的村长。 家境在当地也是数一数一。 巴桑自然是比他不上。 不过巴桑。 圆芳和玉西也算是各有所长。 巴桑长发飘逸鹦鹉军狼。 圆芳憨厚踏实。 体态微胖。 玉西父亲是村长。 自己本身又是个读书狼。 长期在城里工作眼界自然比其他两位更加宽广。 只是未见其人只知其名。 虽然被媒人和父亲夸得千好万好。 但这也并不算数。 所以特意邀请养父养母来到家里细细商量。 就在大人们商量婚配对象的同时。 米拉大人子托雷背上篓筐。 带上弟弟一起去给奶牛撸草。 毕竟大人的事小孩子也插不上嘴。 他们也只能跟着凑凑热闹。 养母一边喝水,一边首当其冲表达着自己的看法。 相对于巴桑,她当然更看好自己的侄子袁芳。 还时不时地替袁芳说上几句好听话。 她说袁芳虽然家境上比不过玉西,帅气上也比不了巴桑。 却也是自嫁的孩子。 枝根枝底没有什么坏心眼。 女人嫁嫁丈夫,就看得知不知道藤人。 唐人的老公才是个好老公。 不能仅凭家境一概而论。 希望和香和米拉也能好好端详端详。 和香的心里面也没有主意。 听养母这么一说好像觉得也有些道理。 和香一边陪着养父母聊着天, 一边熟练地煮着饭, 准备亲自招待养父养母。 这两口子真情实义地为人, 以及对和香示弱挤出的态度确实世间少有。 可能是和香的善良和勤快, 为她自己赢得了尊重和地位。 和香在家做饭时, 其他人不需要怎么插手。 只管看着闲聊, 等着吃饭即可。 请继续观看。 和香今天特意邀请养父养母来家里吃饭, 顺带也是为了商量一下和香的婚事。 虽然现在和香年龄不大, 并没有到婚配的年龄。 奈何陆陆续续三三两两, 已经有人到家提亲, 所以也不得不提上日程。 这是拖雷和小弟采摘了满满的两筐木草。 米拉提着奶桶来到牛棚, 准备几点鲜牛奶来招待客人。 毕竟养父母一家对她家也算恩重如山。 米拉自然要把家中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代客, 先给牛添上一些草料后, 又清洗了一下双手。 接着便开始挤牛奶。 农家牧民就是这一点比较好, 吃什么都是新鲜无比, 牛奶也是献祭献荷, 他们当地的这种奶牛和咱们平时看到的花奶牛不太一样。 这属于当地土生土长的品种, 产奶量并不太高, 不过他们不是为了销售, 也足够家里面几个孩子饮用, 很快饭菜便已做好。 米拉和女儿和乡一起认真清洗了一下餐具。 接着招呼众人一起吃饭, 众人围着炉火席地而坐。 米拉将盛好的饭菜亲手递给养母, 和乡也满满成了一盘饭递给养父。 他们一家人知恩图报, 感恩于养父母这些年来对于和乡的照顾。 如果没有他们, 也就没有今日的和乡。 一家人边吃边聊, 养父倒也公正。 他认为圆方虽然知根知底, 确实论帅气比不过巴桑, 论财力又比不上玉西。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, 谁往低处流。 他们这一代人想要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, 必须让子孙后代接受良好的教育。 显然玉西是三人之中的佼佼者。 尽管养母略微有些不同意她的看法, 一家人最终商议决定, 让和乡和玉西在接触接触慢慢交往。 必须对玉西有个全方位的了解之后, 才能做出最终的定夺。 感谢观看, 谢谢关注, 下期更精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给湿舀。 每个月、 会给你两个小时快記入顶 hoc。 好